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歐德本,今天我們來玩這款遊戲叫做四魂者3 那這個四魂者的這款遊戲給我的一個第一印象的感覺好像就是魔物獵人 我真的看他的遊戲畫面以及就是他的這個動畫,就感覺好像魔物獵人,因為他可以選擇雙刀大錘大劍以及什麼的,他這遊戲好像算是 也算狩獵類型的遊戲吧,然後好像把那個怪物狩獵之後可以把它吃掉 然後增強自己的一個概念的樣子吧 我是沒有玩過他前面那一 前面兩代啦,一代二代沒有玩過啊 然後又覺得好奇是說這個四魂者是不是跟以前早期那個動畫的四魂者是同一個 同一個故事線是不是啊 我以前有看過動畫的四魂者 但是我沒有把他看完 然後現在出了一些四魂者的遊戲,我都會一直以為是不是他們的這個系列做啊 這個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呢,歡迎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現在這是體驗版,應該有看到吧 那個三的下面寫體驗版吧對不對 好不好,我們直接開始吧 啊下面條款呢,這個直接確定了 OK 好,直接new game吼 沒有什麼太大的 設定需要調整,然後這PS4版本的 那其實不用調畫質啊 PS4的那個硬體設備基本上都差不多 OK 這個要自創角色喔 還可以代號 代號喔 代號 女性 哇 女性也不錯看耶 哇 會晃耶 啊我手,我手箱子有這個手銬是怎樣 我被囚禁了是不是 啊男生是不是也是這樣子啊 男生也是耶 哇這一開場是中二喔 喔這個這個喔 喔這個 左右左右左右 行 神作 滿分了 這已經這已經接近神作了 我看我還是玩男生好了 說真的耶,我真的是很懶得取名字的那種人 以前還會 以前還會很認真的去想 現在可能是年紀一大把了吧 就覺得取名字真的超級不重要的 以前還會那邊什麼煞氣的魂 好在那邊什麼利口補一系卡羅特有沒有 阿不然叫什麼 瘋的名字是瀟灑 嘿 真的有夠無聊 那代號是什麼 啊超過了啊 好吧就這樣子好了 代號GG 欸GG硬膩 哈哈哈哈 靠北 打錯了 好有了這樣可以了好確定 把射 喔靠這個還要自己 喔好帥好帥 很可以 好啦這個啦隨便了 好就這樣子 確定 Let's go 創創創創 好 紀錄檔 紀錄檔 好我們居然搞了10分鐘 哈哈哈哈 唉呀 這跟我當初魔物獵人好像也差不多要 唉沒有我魔物獵人超快的 好已經來怎樣探索終端機能夠變更裝備攜帶物品 那我真的 我現在是囚犯 林北是囚犯 這誰啊 漢客 折客 啊酬勞這麼小氣 哎呀這個感覺 高科技版的魔物獵人嗎 好不管了 先打再說 任務已經分配好了 一般任務 這裡可以承接任務任務形式以未接 喔 突襲討伐 實地訓練 戰場上的基本行動近身武器 哇他這個 他這個beta版本 哇這beta版本內容還蠻多的 討伐任務 這個這個是要多人連線是吧 我看一下我剛沒仔細看 直接把他切掉了 哇 時間限制5分鐘 來我們先來實地演練一下 在這裡可以一同執行任務夥伴 就我跟折客嘛 什麼不 不令攻擊 我們再一下命花哥 設定無線通訊 這我知道 最多可以最多整兩個人 好確定 確認承接 行動若發生不測 一切狀況之行復扯 跟守衛講話出擊 所以說我現在就是要靠 靠打這些東西還債是不是 啊 還債你 要出去嗎 哎 可別留下遺書之類的 後續處理麻煩我開門了 好 又 終於可以開始玩了 遊戲性如何呢 還不曉得 短劍攻擊距離短 但是能夠快速連擊 近身武器 透過讓荒神的部位結合崩壞 什麼 我直接雙刀 他拿他 他是拿大槌欸 他拿他是拿大槌欸 他是拿大槌欸 馬上 他打大槌欸 隨便敷衍一下 隨便敷衍一下 有 輕攻擊重攻擊重置鏡頭 按下 可以轉 轉視角 啊 衝刺 墊布 哦 哎 怎麼變這樣 他不是說我的衝刺呢 墊布 盾 盾 盾行衝突進 哦 哦 還可以變盾 按插 就變那個 變了槍模式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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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補血的 ST 這補ST的 不採取消耗ST的行動經會自動恢復 哦 這個是會消耗ST的 啊 哦 變成 aris 變成這樣子了 酷美 哇來了 攻擊 哇塞 哎呦怎麼變回來 啊沒體力了 哈哈 啊這邊不能再補了 哎呦哎呦兇兇兇 變回來變回來 攻擊攻擊攻擊 打倒巨斧襲擊者 結束 然後呢 槍形態 變形 哎 好按著就可以變形了啊 哎通常跑出來了 還可以變雷 神 回復彈 還彈藥不足 OP不足 沒有OP啊 變身 特攻隊長 完全摸不著頭緒很可以 這個是 長矛形態 對 近身攻擊可以恢復 耶 夾 耶 結束 耶 夾 夾 結束了 好 終於打完前面了喔 我們可以開始真正打 好 該打的東西了 來打一下奈洛之蠻神 好不 哇他直接給你另外三個人幫忙耶 好爽喔 好 直接開始 這個 這個就沒打過了啊 前面這個四項都是新手教學 花了一堆時間去學啊 啊 零槍 啊零槍上陣 啊零陣魔槍上陣 亂按一通 哎 搞不好就可以過了 來 來 GoGoGo 打死他們 歐咻 來 死掉了 吃 只好吃滿啊 C內 什麼東西 哪裡啊在哪裡 喔來了來了 這就是 喔喔 喔喔衝進來了boss 哇哇哇哇 太兇了太兇了太兇了 打 哇沒體力啊 羈絆攻擊 沒有羈絆攻擊 好不好去哪裡了 尻啊 電車 哎呀好好亂喔 哈哈哈哈 一憤怒活化 巴爾巴托斯 哇啊 哇啊 拿招啊 哎呀 哇啊 背巴崩壞 鈴鐺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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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es 我也被巴飛 被巴飛 太混亂了 Yo 我要暈了 Oh shi 怎麼好像超蟲棍喔 哈哈哈哈 沒體力啊 他逃跑了是不是 逃跑了耶 哇 我們要去追他啊 逃跑了 美 撿到美這個材料 前面也有光 跑那麼遠喔 這真的有點像魔物獵人耶 打一打會跑掉啊 毒草 回一下 不能回 看他在那裡了 補一下血 GO 攻擊啊 打 哇 要轉飛 死內 磚頭結合崩壞 部位破壞了 死內 喔耶 吃掉 補石 有補石到嗎 攻擊 攻擊 補石 補石了補石了 這個沒撿到啊 哈哈 不讓我撿他一直滑步啊 拿到了S 報酬 有沒有 直接就是做裝備的素材 有沒有 酷 啊什麼東西 飛舞必熟 幹什麼體驗版怎樣 體驗版無法使用 是這意思嗎 喔整體下來呢 覺得就是還蠻 怎麼講 特效光影太多了 有點混亂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喔 那整體下來呢 個人是覺得還行啦 好不好 那 我都已經有魔物獵人了 呃其實說實在的我應該是不會花時間玩這個吧 他這個動畫風格 的感覺就是比較不會那麼的真實 喔那像是這種討伐魔物的話呢 我是覺得 可以再真實性一點 打擊感可以再好一點 喔 有勒 這邊原來還有很多些技能之類的 喔墊布跳躍啊這邊還可以裝備技能啦他這個 比魔物獵人還要再多元化一點喔 喔不過現在這只有一種而已 有沒有跳然後這個是格檔還是什麼之類的 喔我們的槍 啊我們槍還有分好好多種喔 哎 強襲型的 顏色的我們是照射型 我們可以裝強襲型 啊武器的話呢其實很多種啦我們剛剛都是從頭到尾是用雙刀 他這有長刀型大劍型大鎚型長槍大連 喔雙刃是我們現在正在拿的 喔再來是輪刀型 喔這是看個人啦看個人比較習慣哪一種啊 對啊啊我自己的話呢其實剛開始他預設雙刀用的感覺其實算不錯 啊但缺點就是打擊感可能還欠缺啊可以帶三樣東西出場啊 有沒有像這小盾型 小盾型可能就是可以 防快一點吧 然後他這都沒有講啊然後這什麼重盾型是不是 可以擋後方 敵人還是什麼的 怎麼這裡可以發動遞約內容 喔 能夠使用攜帶道具效果賦予彼此 治癒本人 然後這是補食成功恢復5hb然後這個移動上限加25% 好這邊好多道具有守護者 扣板機的速度 這有點像是像被動技四個被動技的啊 這應該是主動技啊本來就是這些是強化效果啊戰鬥服耶 哇 我不能換啊可以耶 殺射入軍 暗夜行 好啦暗夜行暗夜行 這樣挺好看的 哇啊之後還可以再回去改一下臉型髮型啊重新再改一遍就對了啊這什麼 神機解放控制單元 啊隨機神機解放可能就是要相對的一些零件之類的吧啊這個我也不是很懂啊目前也不太想懂 我只稍微試玩一下而已好吧 那麼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啊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左下角的訂閱右下角的喜歡會下方留言有興趣的自己去下載玩啊下載試玩版來玩看看啊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呢其他的試玩遊戲再見面啦拜拜 拜拜